大家好 2月21号 中午了13点05分 礼拜一2022年 又有一个粉丝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 他说侃爷新年好 给您拜个晚年 我是中国 我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 也是第二代的农民工 他爸爸就是父母 尤其他爸可能就是农民工 他又是第二代农民工 是第一代留守儿童 他的父亲那一辈应该是 改开以后 背井离乡 到东部沿海 到大城市去打工的农民工 来北京20年左右了 我明白了 他可能跟着自己的父母 一直在北京生活 这样的人我认识 我认识这样的农民工的第二代 我认识好几个 不止一个 有一次我开滴滴快车的时候 那是2015年6到8月 有一个小女孩 在大鸿门南边 然后往南走 大鸿门立交桥南四环外 马路西侧 有一个平房的院子 在北京的这个城乡结合部 近郊区 有很多这种大院 里边盖了密密麻麻的房子 当然有的地方是楼房 你像那海淀唐家岭 号称乙族 像蚂蚁一样的族群 在那窝居着 大鸿门那上来一个小姑娘 挺瘦的 个不是很高 他说了一口特别纯正的北京话 我就认为他是北京人 但是他说他是浙江人 他从小在北京出生 北京长大的 跟着爹妈在北京扎根二十多年 我想这位朋友可能跟我刚才说 那个浙江的小女孩 有类似的地方 他说我来北京二十年左右了 啥也没有混到 就是说可能也是没钱 没房 没车 可能没有固定工作 大概啊 勉强混口饭吃 我是受家里边亲戚朋友影响的 其中刺激我最深的 就是北京开始限制购买汽车上牌 那就摇号呗 摇号对吧 然后就不是随便能买车了 之前有很多外地的朋友 我知道他们都上的北京牌的车 有钱的就买个宝马 大奔 奥迪 也有买什么桑塔纳 大众 沃尔沃 富康 这个穷一点的 就买个金杯 买个小面 就开开点送货 包括也有买乡乡市货车的 是吧 我跟这些人打交道比较多 因为我常年用他们的车 你像有个河南鲁山县的 是吧 河南不是鲁山县的吧 河南 常年用他们的车 这个 这样让底层的这些外地人 在北京不好生存了 还有一个现象 你比如说我妈的老家 不是河北仁秋吗 我陪着我妈回老家 前些年啊 大概十年前左右 那院里边停着的车 有至少一半都是北京牌的 那会是随便上牌 有一种现象叫背牌 就是有的北京人 有的是 有的人啊 不是所有人 有的人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没工作 没工作呢 一开始外地人不让上北京牌 你看他有各种限制 后来放开了 所以外地人呢 又想在北京买一个北京牌的车 为了拉活啊 做买卖啊 生活啊 方便 于是就找北京人 有的一个北京人身上好几十个车牌 但是有的外地人呢 比如说撞死人了 出出车祸了 出交通事故了 或者其他的 有很多违章 有的那个 他也不管不顾 有的人啊 比如说不是他的名 车是一个北京人的 他就闯红灯吧 这个那个 有的罚了好几千好几万 跑了 所以有的人背了好多牌 后来声明 我都放弃了 有有那么一个人上过电视 那个人应该是进过监狱的人 限制路权啊 就是是吧 摇号了 摇号了啊 我们家那辆桑塔纳 是在哪年 我忘了 是12年 是09年 在北京 这个限号啊 摇号之前 那是那年的年底 12月15号 我们是11月15号 买了一辆车 当时我们这在亚北 原来不叫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吗 后来拆迁了 盖楼给他们迁到了 昌平平西府吧 北七尖那附近 在那个那个 呃 利汤路 利水桥到小汤山的公路的东侧 那个叫亚北汽车交易市场啊 然后我们到那买 买的时候那些车贩子 卖车的人就告诉我们了 说马上北京要现牌了 要限制了 当时我们还不相信 所以当时还能跟他砍价 这个消息还没有扩散 哎 是吧 后来我们家买那个天津牌的车 比那个天津现牌早了半年 啊 这算 两个两 两件事啊 让我开始认识了他们 他说这他们 就指的是北京的或者中国的官方官府政府公权力部门啊 嗯 然后开始翻墙 然后看到了您的视频啊 一直关注着您 一开始有些不公平的事情 有一些哈 社会丑陋啊 是吧 各种的打压啊 啊 这个我我比较喜欢发朋友圈 就是微信的朋友圈 为此还被请去喝过两次茶 就被警察叫去啊 训诫啊 拍呼 是吧 你得服软 你不服软 就可能 找个理由就把你行政拘留 甚至刑事拘留 说你寻衅滋事 这都很容易的 中国的法律就跟那个橡皮筋松紧袋 想办你就办你 不想办你有100个理由 想办你有一千个理由 对吧 前两天山东平渡那女的 那个副镇长吧 叫王立不就说了吗 我们有一百种理由 可以刑拘你 后来果真就给那哥们刑拘了 那个上访的 是吧 然后啊 这个喝过两次茶 两次茶 北京一次 老家一次啊 每次都被狠狠的教育了一下 估计有的警察打你两下都有可能 抽你俩嘴巴 踹你两脚 啊 或者不不让你吃喝在里边 10个小时 20个小时 比如说 是吧 不给你水喝 不让你上厕所 这也挺难受的 对吧 警察还跟我说 再请你去 就拘留你 直接给你牙拘了 是吧 肯定警察骂骂咧咧的带点脏字 对不对 凶狠的目光 对不对 微信号被封了一次 再封就是永久封了 啊 之前封一次 可能半个月 10天啊 再封 你的微信就别用了啊 后来我就不敢乱发了 对啊 有很多人 他不发 你看国内就很多人骂 说国内都是一群猪 你看徐州这个铁链女 你们为什么不发 有的人是真孙子 有的人是装睡 所谓的那叫什么 岁月静好 有的人是被收拾过 对吧 你比如这微信 你跟你爹你妈 现在老头老太太也有微信 对吧 你你这个没有了之后 你怎么联系呢 对吧 这很麻烦的啊 有的你很多的社会交往 社会交际 你的生意 你的工作 你的同事 对吧 目前我圈子里啊 他周围的人啊 像我这样的清楚的认识的 认识他们的 就是对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现状 对中国的公务员啊 穿官衣的啊 还是挺多的 但是他们都不敢发声 或者是为了生活 只能默默的承受 这我太能理解了 在中国大陆 我的微信也被封过好几个呀 对吧 我的博客 我的微博 我的论坛 都被封了 对吧 所以我能理解这位年轻人啊 您啊 既然明白了 是吧 就默默的做自己该做的事啊 如果能离开中国大陆 走到海外来 那是最好 好吧 祝福您啊 这位年轻的朋友 这位年轻人